我知道不少爹地都是很追捧德國的汽車品牌 今次介紹這架來自德國的 First Bite 應該適合這類的爹地的口味 它除了承傳了德國汽車工藝的流線型很型的車身車架之外 這架德國的 First Bite 其實有一個特點 就是它的車架用了玻璃纖維加尼龍 相當之硬朗 有多硬朗呢 我試試一下 不然它可以這樣踩上去 硬朗的東西都不會爛的 很厲害 它當然不只是車架這麼簡單 它還有一些承傳了德國汽車工藝的細節 舉個例子 它有前駕駛 後駕駛 用了充氣的車輪 輪胎 它的把手有一個轉移限 同時 它有一個馬鞍形直交的座位 令到小朋友坐的時候是舒服一點的 還有它有一個特點 就是它有一個叫做Low-Lane Kit 你看到其實這個車架本身是裝在這裏的 它一裝了這個馬鞍後便落下了 它的目的其實是令到一些再小一點的小朋友 都可以玩到這輛車 原本未裝這個Low-Lane Kit之前 其實你預約大概87cm的小朋友才能玩到 裝了之後 可能大概84-85的小朋友都可以玩到這個First Ride 享受到這種駕駛樂趣 其實它有幾個版本 分別就是街版 另外就是Close版 越野版 它這條輪胎就像菠蘿釘一樣的輪胎 適合泥地或草地使用 還有一個特別版本 就是這個版本 它是用德國品牌Stribe Big Apple的輪胎 顏色有七、八款 總的顏色適合小朋友 如果想試車的話 就馬上來Jolibank滿市